大家好,我是财耳光 337 一个老三样的一种 今天的这个稍微有点厉害了 骨膜完全的覆盖 所以大家平时耳朵有什么不舒服 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挂个号也没什么的 你看像这种堵成这样子 你再来清理 一般的人是清理不干净的 一般医院的一个常规做法就是 他医生会尝试着去清理一下 如果他清理不下来 骨膜上面的或者是什么这里的 就给一个软化而食的这个药水 让你回去滴 滴了之后再过去处理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当你耳朵不严重的时候 去医院看一下 给你开一点对症的药 擦一擦 它不就很快就好了吗 至于搞得这么麻烦 又伤钱又浪费你的时间 这个骨膜上面的这种东西处理起来 就是比较考技术 其实我觉得这个耳朵 只要你长在耳壁上面 其实处理起来都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你贴在骨膜上面 或者是长在这个骨膜于这个外道的夹缝当中 那处理起来那就是另外一个难度了 这种精彩的画面就听听这个人 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的这个录音就到 配音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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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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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